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让我惦记你的心跳 爱情就在一瞬间引爆 你真心的告白 让我眼神迷乱 被你神魂颠倒 颠倒颠倒 你方天的微笑 让我灵魂出窍 被你神魂颠倒 颠倒颠倒 你真心的告白 让我眼神迷乱 被你神魂颠倒 颠倒颠倒 你方天的微笑 让我灵魂出窍 被你神魂颠倒 颠倒颠倒 爱情出乎一条 爱情出乎一条 旋转时刻燃烧 爱情出乎一条 下班了 下班了 好 今天怎么那么热情 不好意思 董事长不然 你找雅了 那我找我面子 你找我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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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太 有什么事吗 我好讶异 你那天会去看杨乐多乐团的演出 因为那个乐团在网络上很红 而且我两个护士都爱死他们 我就当成是员工福利 招待他们去干个演唱会 我自己就顺便过去看一下 其实那天晚上看到父子俩 互相拥抱在一起 秦太 不好意思 可能一直让您误会 我有一些话也一直没对您说 我是个整形医师 而您心里那些有关于 家庭 丈夫跟儿子的心理问题 我想您倾诉的对象 应该是更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才对 我知道 我其实并没有把你当成心理咨询师 我只是把你当成一个 可以说心事的朋友吧 非常谢谢你这么信任我 也很谢谢你把我当成朋友 可是这里是我的诊所 如果你要整形要美容 我可以帮上很多忙 可是如果是心理的问题 我想您需要更专业的心理协助才是 我知道了 不好意思 这段时间经常打脚念 我走了 拜拜 我送你 董嫂夫人 你要走了 亚伦 董嫂夫人才刚来就要离开 你们怎么了吗 没有 我跟董事长夫人说 她现在的状态很好 以后就不用再来了 是吗 还是因为你不想跟董事长 跟秦家有太多瓜葛 所以就把她赶走了 不是 董事长夫人每次来都跟我说 一些心理的事 我又不是心理医师 这不是我的专业吗 真的就有这样吗 是 我就是不想跟秦家有任何瓜葛 我这样可以吧 回家了 五 四 三 二 一 二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还不错 在时间内到达 希望下次能够更进步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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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小瓜 报告 难得 迷途知返卷鸟归巢 回来关心独居老人 爸 你宝哥 彪哥陪你 你哪里上去独居老人 好了 废话少说 做简报 爸 我跟你说 在总经理的努力之下 齐美阿姨的债务危机 算是暂时解决了 只是我担心 齐美阿姨的前夫 债务坑洞这么大 他应该要很长一段路要走 放心 你不要小看了我们这些单亲父母 能够一个人把孩子拉拔到大 这可是要有超强的韧性 所以不管任何的困苦艰难 都没办法打倒我们 我们是应久一族 我们 好 说 你们总经理是怎么替你们 秦美阿姨解决问题的 爸 这你都不知道了 总经理超帅的 他吃上去找那个蛋糕大坦坦的 身为他的保镖 我当然会担心下拿安全睡 要去保护他 齐美姑你知道吗 蛋糕大坦要跟他玩一个 魔鬼之钉的游戏 我也上去帮他挡了 等一下 什么叫魔鬼之钉 魔鬼之钉就是 有三个杯子 里面放了两个钉子 然后他就在那边换 拍 如果没拍到钉子的话 手就没事 但如果拍到钉子的话 手就被刺穿 对 你帮他挡这个 对 身体法夫受之父母 还好 爸 你不要担心 不止我没事 何仲琦也没事 等一下 你刚刚叫他什么 何仲琦是你叫的吗 但我们这一行最重要的 就是要严守分距 老板是老板 保镖是保镖 怎么可以直接叫老板的棉慧 爸 我之前要总记你什么名字 有什么关系 哪有这么严重 你都不知道 我在玩乐团的时候 都直接叫他 怕 张 小 刺 你说什么 我先讲出来了 我警告你们 不准说出去 爸 这件事情你千万要保密 不然何仲琦会生气 你只怕他生气 就不怕你老子抓狂 你刚刚叫一次何仲琦 我已经受不了了 现在又叫一次 你要让我吐血 干嘛叫 你陪他玩乐团 还搞什么七个愿望 那就算了 现在不但直接叫他名字 还给他取绰号 你们的身分跟关系 整个都错乱掉了 搞什么鬼 乱一把 莫名其妙 无理取闹 你们有神经病 我所做的这一切 都只是一个身为保镖 应该做的而已 哪有什么问题 问题可大了 等一下 喂 总经理 我在跟我爸理论 等一下要打给你 何仲琦 你不要烦 我就说等一下要打给你了 又叫一次何仲琦 爸 我称呼何仲琦什么 对你来说可能很重要 但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因为我找到一样 我失去了很久很久的东西 我终于找到我失去已久的 是了 你以后不可以一天到晚 再笑我失智 干嘛学你老爸买这个东西回来 补偿就用实爱面子 你以为买回来 就会变聪明吗 我这才不是买的 我跟你说 这就是我小时候调的那一个 原来我早就和何仲琦相遇了 又叫何仲琦 好 随便 我早就和总经理相遇了 这样可以吧 当初这个痣 就是跟我的领巾 一起绑在他的伤口上面 所以才会不见的 现在终于找到了 我警告你们 以后不可以再骂我失智了 彪哥 去老招带 我要把它黏起来 对 它有去自游 我要把城上没有失智擦掉 好 想得到他们两个从小就结缘了 听起来是这样没错 小时候失智 长大以后不就 失神 不行 我一定要搞破坏 这个烂桃花一定要 赞 小声一点 不准笑 现在很严肃 我只是想知道 你是不是平安到家了 你 你怎么可以挂好电话呢 好 何总 我在等着你的解决方案 请尊重高手中工业提出的要求 有点 小仁 我正习 是这样子 我有一个朋友 他有一些问题 我想帮他问你 去你家 去你家 好啊 好 那妳等我 怎麼是妳 這裡是我男朋友家 我為什麼不能在這 重姐 妳來 先來坐 看到我都靠迴避 何總 現在是嚴重的影響 我們兩個幸福時光 收收金號 豆采姐 我跟雅倫有一些事情要談 這是Mass Talk 麻煩請妳 麻煩怎樣 迴避一下 不要 現在是我們兩個人的時光 你叫我迴避 不會造成我約會上的損失 損失 好 損失了 好了 不要鬧 她跟你開玩笑 妳不要鬧了 我是認真的 那妳幫我買去下酒 你嚇我不會 那拜託妳去幫我買去下酒 再去 好啦 下酒快也不用錢 天子 臭 妖 氣 何總久挺告妳 不要待會兒我們家鎮壓了 好 妳快去快回 乖 坐 別禮家 到底有什麼重要的事 這麼急著找 就 你們家很大 這螢幕跟我辦公室的螢幕 應該是一樣的吧 真的一樣 你辦公室我沒去過 我不知道一不一樣 不過這螢幕很酷 它可以變透明 可以變不透明 還可以上網看電視 其實 我不是要跟你講這個嗎 我在等你 就 我有個朋友 他喜歡上一個女生 這是他的故事 不是我的 然後 然後 我一開始 不是 他一開始 對那個女生不是很好 常常罵她 說他是櫥 櫥窗裡的女人 然後 就說他是白癡 笨蛋之味 後來 後來 那女生 都為他做很多事情 帶給我 不 帶給她 很多感動 然後 我就 不 她就 開始會擔心她的安全 等一下 所以是人自負的她 會擔心女自負的她的安全 對不對 對 對 反正後來那女生不在 就一團亂 就怪 我的診所也有很多客人常常跟我說 曾醫師 有個朋友想整形 但是說著說著 他說的那個朋友的症狀 就完完全全出現在我面前了 你那個客人騙你 他根本就說他自己 對 就跟你一樣 有話就直說吧 把你心理的事情說出來 我就整形醫師 願意為你改變身分 變成心理醫師 你怎麼對我做得好 我喜歡你 真的假的 神經病 當然假的 那是一種緣分 你能跟人相處 哪需要什麼到 像我跟杜才姐 我們兩個就沒什麼道理可言 說說你的事 我別再說我的 我 就 我就喜歡上一個人 我從來沒有這種感覺 情況很複雜 我真的很困擾 因為他是我的保鏢 你什麼都知道 我不是白癡 而且我之前就暗示過你 你跟愛家朝夕相處 日久生情這很正常 這問題是 有這麼明顯嗎 好明顯 而且你要想想看 他一個女孩子 願意為了你 為了你離家出走 而且還幫你完成七個願望 在你演唱會的時候 當你跟你爸爸擁抱 你知不知道 愛家哭得有多慘 他的眼淚流得比誰都還多 像你這樣一個熱血青年 難道你 一點點的感動都沒有嗎 所以 喜歡他就直接說 愛家是一個很好的女孩子 你就大方跟他告白嗎 告白 不行 我剛剛不是說了嗎 我常常罵他 對他那麼兇 我還說他是廚餘 你確定 我現在真的喜歡他嗎 他剛剛掛我電話的時候 我真的很不爽 小弟 你這個症狀有多久 就從離家到現在 越來越明顯了 還有一次 他爸來把他帶走 我看著他的背影 越走越遠 越走越遠 我的心 就心痛 心酸 什麼的 還有 就像我剛剛說的 他掛我電話的時候 我真的憤怒 猜忌 胡思亂想 這很正常 這是屬於男女曖昧的後期 正式戀愛的開始 只不過這段時間你會比較難熬 因為有些事情要做決定 決定 做什麼決定 表白 然後接下來就看他要不要跟你在一起 不過這個不在一起就會很尷尬 連當朋友都會尷尬 日子久了 就連朋友都當不成 老死不相往來 不過反過來說 如果你們真的在一起 那你就會開始慢慢覺得 開心喜悅滿足 不行 我說不出口 有沒有其他辦法 不過 仲綺 喜歡上一個人 是一種很棒的感覺 好吧 我看既然你這樣子 你就不要急著表白好了 先用你的心慢慢去體會 跟著感覺走就對了 有沒有更明確一點的 明確一點的辦法 你以為談感情像你們賣車還有SOP 記住 跟著你的感覺走就對了 是一個比較好 對 有種綜合物 有種綜合物 不溫 在一起 為何 在一起 對 有女生 有期望 回走 好 你 如果 有 有事嗎 沒事 妳想喝咖啡嗎 你要喝是不是 好 我去喝 不 我是問妳想不想喝咖啡 你神經病 要喝我自己會去弄 難道要你幫我泡 對了 高超先生的事情出了沒 我現在就打 高超先生嗎 不好意思 我是副社長聽您說 不好意思 我有事要跟高橋先生說 副社長有交代 如果合同打來 是要解釋 請您不要再浪費時間了 請你轉告高橋先生 我們是真的很有誠意 想要給他一個交代 對不起 連電話都不跟你講 那現在怎麼辦 謝謝 能怎麼辦 友誼要躲我 連話都說不上 沒有什麼辦法 總經理 你的專業領域我是不懂 可是我知道 如果你要解決問題 這樣子是不夠的 我們應該要更積極 積極 人家不接我們電話 我們就親自去找他 等一下 妳要去哪裡 我要去找高超先生 重老場我們 硬手過去就對了 撞什麼牆啊 要去也是我去啊 對 好 趕快走 趕快走 爸 要出去嗎 幹部會議馬上要開始嗎 爸 幹部會議請您主持一下 我也是要處理 好 趕快走 來 千萬 其他的我應該不聽 請不要亂費我的時間 高橋先生 我只耽誤你一點點時間而已 裹面高球重工業 趕入計總代理基金的事情 應該輪不到 你這個保鏢還給我掌嗎 走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高橋先生 高橋先生 我們是真的很有誠意 高橋先生 大先生 是 危險 不好意思 馬上開始 高橋先生 何總 有什麼事 快說 總經理 把東西拿出來啊 高橋先生 請你看一個東西 一下子就好了 這張照片 是高橋社長 和我父親一起記掉的文章 上面還有高橋社長親筆的留言 我想請你看在我們兩位父親 深厚的交情的份上 聽我說幾句話好嗎 就算我們父親已經有好交情 又如何 現在是現在 我進來這裡浪費時間 不如好好想 怎麼解決問題吧 是 高橋社長 是 社長 替わりました いや 話し合いをしてないわ はい わかりました 失礼します 失礼します 高橋先生 很抱歉 我已經在這裡 你就說吧 其實你自己也很清楚 潤自汽車的交車效率 和日本沒有不同 最精準的回答不在於我 也不在於你的檢查和計算 之所以會比日本方面 慢兩天交車 只是因為 車輛由海外到港 必須得經過我國政府規定的 通關行政手續 這期間 還包括 我們對顧客的保養指導 還有車況姓名說明 況且 交車流程是否令人滿意 不是你我說的算 也不是總公司說的算 而是由本地的客戶來決定 我會這麼說 並不代表潤自汽車不能夠再多做什麼 事實上 我們在比日本多出來的時間裡 真誠維繫著我們與客戶之間的互動 目前台灣客戶針對潤自交車效率的客戶投訴 是零 零客戶 與其要求交車效率 我希望高橋先生能夠理解 潤自汽車更重視的是 與客戶之間的真誠互動 以及個人化的服務 把客戶當成是公司的好朋友 而我們所處的台灣 就是一個人情味濃厚的地方 你們同意嗎 人與人之間只要建立起良好的關係 就一定有信任和溫暖 我相信當初我爸 也是這樣建立起潤自 而我也相信這樣的價值觀 高橋先生 你同意嗎 大家還是要加油 好嗎 是總算上 把你的忙吧 就算是把公司幹部叫回來 當面算給他看 這怎麼算 都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印證 當初回報給他的數字是對的 就算高橋不高興 我還是要跟他說清楚 氣洪啊 我們這麼用心又誠意的想要解決問題 接不接受就看高橋了 你別太誇心 我知道 我做得沒有我父親好 上次我遲到是我個人的錯 你可以不相信我 但請高橋先生 一定要相信我的父親 相信潤智 因為我們是好夥伴 王總是 慶董事長 我懂了 明天我回家到這貴公司一趟 好 明天見 請繼續說 就像你手上寫著 Takashi這支吊竿 它代表著我們兩家的感情 我相信不只是我們 您的父親 一定也很重視我們的夥伴關係 沒錯 剛剛清董事長提到了 我們是夥伴 你們兩個同時間說一樣的話 還真是一對父子 我們本來就是父子 很好 好 既然我們 既然我們 就像父親他們 但也一樣回到這裡 當然要瞞著阿龜 來講比賽吧 我沒有釣過魚 但是我會盡力 小心 用力 小心 用力 小心 阿龐 阿龐 你一定要平安地把高橋先生送回飯店 到了立刻打電話給我 好 我早就說過要開除這個廚魚妹了 你們不聽 現在好了 廚魚妹明明就要游泳 卻要不會游泳的總經理挑下去救這廚魚妹 如果仲綺出事怎麼辦 廚魚妹能負責嗎 廚魚妹付得起嗎 特助小姐 大公主 可不可以麻煩你 不要左一句廚魚妹 又一句廚魚妹 我們都還沒吃飯 那你長得一點胃口都沒有 而且愛家是不小心掉到海裡 為什麼總經理不能下去救他 他是總經理 他是廚魚妹 誰應該救誰 好了 茗玉 好歹人家愛家保護仲綺這麼久了 又救了仲綺這麼多次 這次就算仲綺 你回報他一次也不為過嘛 對對對 仲綺啊就是應該救愛家 仲綺做得對真棒 娜娜又偏心 好了 茗玉 這裡是醫院了 有什麼事情回家再說 別在這裡弄了 回去回去 通通回去了啊 剛才醫生都說了 他們倆沒什麼事 就需要好好休息 我們在這邊妨礙他們休息啊 浩子 這兩個年輕人就拜託你了啊 你玉玉淘不懂事 別理他 走吧 走吧 我們要回家 好了 走 東西在哪裡 我就在哪裡 你壓到點滴了啦 我的天啊 回去回去 你在這邊不得安寧啊 還會出人命呢 怎麼做的 回去吧 慢慢回去了 小心一點 再見 再見 我乖 是好 我們遲早都會是一家人 希望那一天永遠都不會到來 你真會開玩笑 對不起 伯母 讓您失望了 這個給我顧了 那個顧人院的給妳顧了 顧他我也不方便 明假的送男朋友 好 喂 雅雯 走 你說什麼 好 我馬上過去 我們在天堂嗎 上帝正遣故著妳 是好輸 你不要亂講話 這也是醫院 知道啦 醒了就好了啊 對不對 上帝保佑 曾愛家 你能不能上天堂 我不知道 但我確定 你旁邊這個我也可以 因為他不會游泳 居然有這個勇氣 跳下水救妳 誰啊 小心 他 好 這一次 我終於乘輔大海了吧 終於不用留下查看 可以打勾 換持任務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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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嗨 妳好棒 好厲害 沒錯 不當到火 金鐘職守 那是我們的本分 可是自身的安全 也要顧慮 妳要把我嚇死了 妳這位偉大的總經理 竟然為了保鏢 而差一點失去自己的生命 我幹這行幹這麼久 還真的從來沒看過哪一個老闆 會冒著自己生命的危險 去救保鏢 妳為什麼要違反任務的宗旨 要讓自己置身於危險之地 這樣我們怎麼保護妳 還有 請問一下 妳當時是用什麼心態 懷著什麼企圖 跳下去救愛家的 爸 人家才更睜開眼睛 沒錯 張開眼睛倒是活著 只要是活人 我就可以質問 好 停 曾爸 麻煩妳不要再問了 他們兩個結後餘生 精神跟體力都還沒有恢復 我求求妳行行好 放過他們 他們需要休息 可是我心中了一團還沒解開 承煎 小心 你們兩個都醒了應該沒事吧 沒事 誰說沒事 事情可大可小 完全看我高不高興 妳不要以為妳救了愛家 我就拿妳沒責 曾媽 妳肚子餓對不對 不餓 曾媽 我肚子要餓 我知道這附近有一間餐廳 很有名很好吃 不是我吃不下了 妳肚子氣飽了 好 我請妳去吃飯 走 妳要念 也是要把肚子填飽 在我零細內念 對不對 妳會游泳 妳會游泳 幹嘛跳下來救我 對啊 那時候 看妳跳下去 根本就沒有想到自己會不會游泳 我就跳下去了 好好 雖然妳不是我男朋友 可是我有一種被英雄救美的感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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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氣 我多麼愛妳的心 妳不知 妳不必擔心我會失控制 愛情也許脆弱 但沒人願意錯過 生怕心再次落空 妳幹嘛 我 我口渴 我也是 等一下 我幫妳 好 好 好 剩一點點 沒關係 妳先喝 小姐她們應該等一下就回來 至少可以先接客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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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你爱的花朵 你却嫌我 给的爱太浅薄 每天每天对你恳求 答应我真心的追求 所以唱这首歌 在眼眶下歌颂 我多么爱你的心 You don't know 你不必担心我 会失控制 爱情也许脆弱 但每一人愿意错过 我生怕心落空 我多么爱你的心 You don't know 别用试探的眼神寻问我 想念不是罪过 可是我不想解脱 怎么了 对不起 你刚在帮我擦的时候 我 我在想 你应该也会偷吧 我多么爱你的心 你都知道 你不必担心我会失控制 你干嘛 你去哪里不舒服 真的 好像真的有点不舒服 你叫不是小姐 不用 我躺一下就好了 真的躺一下就好了吗 嗯 谢谢你喔 谢 谢什么 谢谢你 刚才水子剩下一点点 还分给我啊 这没什么啦 谢谢你喔 谢谢我什么 这没什么啦 谢谢你喔 谢谢你救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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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气 这是应该的 还有 恭喜你喔 恭喜你喔 恭喜我什么 你终于完成你最后一个心愿啦 就像你刚刚说的 征服大海 打勾 完成 谢谢 熊姐 呢 已经醒啦 太好了 那终其明天早上就可以出院了 好好好 我們去接她 是好 孩子們就麻煩你照顧了 好 謝謝 晚安 總算是可以安心地睡覺了 就是 走吧 媽咪 爸咪 怎麼了 我只要一閉上眼睛 想到真愛家 和眾喜在一起的畫面 我就睡不著了 你少聲一點 你奶奶剛睡著 好 你怎麼會睡不著呢 你也小聲一點 我的寶貝公主 最近你怎麼對眾喜跟愛家的反應 特別的強烈 怎麼了 怎麼聽起來好像 你是為了感情的事情 再吃愛家的醋 難道妳喜歡上眾喜了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喜歡 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吃醋 但是我知道他們在一起 我就是不開心 從小到大 都是眾喜最照顧我 我想做什麼他都會陪我 可是現在他每天都跟那個 張愛家在一起 我就是不開心 女兒啊 你平常再怎麼任性 媽咪都會包容的 但是感情這檔事 是容不得你打迷糊仗的 是啊 茗玉啊 媽咪跟媽咪一向都最疼你了 你要什麼我們就給什麼 要天給天 要地給地 可是感情的事情 可不能勉強 畢竟那是兩個人的事情 我跟妳爸比的意思也不是說 妳跟仲奇不能 但也不是一定能 妳懂嗎 茗玉啊 妳要好好想清楚 妳對仲奇的感覺 她到底是喜歡呢 還是一種習慣 妳改行 不幹保鏢改當花了 花是什麼意思 總經理擺明的 就在當富花使者 妳跟愛家的關係已經變直了 妳要我簽這些契約書 然後離開愛家 請妳答應 讓我追求愛家吧 妳真的跟我軟上了 那個是念碼 我跟妳碼上了 說愛我 說愛我 愛妳 不嫌多 像是聲音的 淡薄 來來去去為妳奔波 去買妳愛的花朵 妳卻嫌我 給的愛太淺薄 每天每天對妳恨求 答應我真心的追求 所以唱這首歌 在夜光下歌頌 我多麼愛妳的心 You don't know 妳不必擔心我 會loss control 愛情也許脆弱 但每一人願意錯過 生怕心落空 我多麼愛妳的心 You don't know 別用試探的眼神訊問我 想念不是罪過 可是我不想解脫 期待著幸福會降落 我多麼愛妳 真的便宜了